第一题,乘客到达目的地后,在不影响道路交通和行人安全的情况下,应在允许停车路段按乘客要求就禁停车,这是正确的,是允许停车路段。第二题,出租汽车驾驶员可以在不增加行事里程的情况下,另在他人无需争的乘客同意,当然是错误,得争的乘客同意。第三题,如图所示,出租汽车驾驶员因修路等客观原因,确许绕道的,可以不用向乘客说明,以避免纠纷。这个当然是错误的,需要绕道,那就得向乘客说明。 第四题,出租汽车驾驶员可以将对自己服务不满意的乘客转给其他出租汽车或者终止服务,这是不行的。 第五题,国家对出租汽车实行强制报废,年限上限为5年,这是错误,年限是8年。 第六题,当乘客在禁停路段仰手招车时,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投诉,驾驶员应停车载客,这是错误的,因为禁停路段,那是不能停车的。 第七题,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应根据乘客的要求,使用空调音响等设备,不得无故拒绝。 当然是正确的,乘客的意愿,使用空调音响。 第八题,如图所示,这是司机在跟乘客商量,前面堵车了,我们可以改变一下路线吗? 载客过程中,如因客观原因确许绕道时,出租汽车驾驶员应主动向乘客说明情况,如乘客不同意绕行要求,下车时可以拒绝乘客下车,这当然是错误。 第九题,出租汽车驾驶员应该提醒下车乘客携带随身物品。 第十题,出租汽车在带租状态下,驾驶员为名乘客趋向后,拒绝提供载客服务的示威拒载。 十一题,出租汽车驾驾驶员运营过程中,不得向乘客推销购物饮食和休闲娱乐等项目。 十二,出租汽车如果车况良好,可由出租汽车企业向主管部门申请免去粘解,直接领取粘解合格证,这是错误。 十三题,出租汽车驾驶员在交接班就餐时应使用暂停运营标志。 十四,出租汽车驾驶员载客途中,无正当理由中断服务的,视为中途甩客。 十五,出租汽车驾驶员发现乘客遗留物品应该及时归还或者上交,正确。 十六,出租汽车办理的有效机动车号牌和兴盛之后,驾驶员即可驾驶车辆上路运营,这个错误。 除了车有关,那驾驶员还要有驾驶员的证,还要注册,然后才能上路运营。 十七,出租汽车驾驶员发现乘客遗留物品若找不到施主,可自行处理,这个当然是错误的。 十八,出租汽车运营过程中,乘客要求使用空调音响等设备,驾驶员可以蜿蜒拒绝,这个是错误。 十九,如果乘客要求下车的路段,禁止停车。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婉拒并耐心向乘客解释,至可下车地点停车,这是正确。 二十,乘客随车携带大件行李,出租汽车驾驶员可以利用收费,这个是错误。 二十一,外地乘客乘坐出租车,询问驾驶员当地的风景名声等于目的地无关的地方,驾驶员可以不预理,当然是错误。 二十二,出租汽车应该配备合格的消防器材,并按要求定期检查,当然是正确。 二十三,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征得乘客同意后,可以在车内吸验,错误。 二十四,出租汽车驾驶员运营前既是有异味又爱服务的食物,保持口气清新。 二十五,出租汽车顶灯标志,可在当地出租汽车主管部门,规定适应基础上进行安全美观方面的调整,这个是错误。 二十六,出租汽车驾驶员拥有乘客在路边仰手招车,可在道路中央,将车辆与道路平行停靠。 哎,这是错误,不能是道路中央,是靠右。 二十七,关于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的应对,这个工作是每名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义务,这是正确。 二十八,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驾有市场调节,这是网约车,有市场调节,国家有关部门调控,网约车驾驶员应严格执行,正确。 二十九,巨载故意招到,这些行为违背了出租汽车驾驶员曾信经营的职业道德。 三十,出租汽车驾驶员运营过程中,应当按规定服从有关执法人员和出租汽车企业的管理调配,这是正确。 三十一,出租汽车驾驶员职业道德与出租汽车行业信誉和行业发展没有直接关系,错误。 三十二,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载客运营过程中,可以根据自身喜好使用车内空调和音响等设备,错误,这是得根据乘客的意愿。 三十三,开展出租汽车驾驶员职业道德见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出租汽车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规范运营行为,经营行为。 三十四,出租汽车驾驾驶员职业道德的内容包括爱港经验,遵章手机,文明行车和诚信经营。 三十五,小王驾驶出租汽车经验丰富,可以不按规定参加道路运输驾驶员继续教育,这种做法不违背职业道德要求,很显然,错误。 三十六,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活动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职业行为规范的总和,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观念行操和品质,正确。 三十七,出租汽车驾驶员只有做到诚实守信,文明服务,才能赢得乘客认可,提高行业的信誉。 OK,这是正确。三十八,服务性是出租汽车驾驶员职业道德的首要特征。 三十九,出租汽车正样板化妆镜,顶棚应齐全,完好捷径。 四十,出租汽车车身标志,应按行业管理理部门的要求喷涂,驾驶员不得擅自更改。 四十一,出租汽车必须按照经营者要求,在车身标志出,出租汽车经营名称,价格标准,服务监督电话等,这个是错误的,为什么错呢? 这不是经营者,而是行业主管部门,就是出租汽车的行业主管部门。 所以这个题材们要注意一下。 四十二,出租汽车座椅应牢固不塌陷,前排座椅可前后移动,轻度可调。 四十三,出租汽车应保持车门功能正常,车窗玻璃封闭良好,洁净明亮,无遮蔽物,升降自如。 四十四,出租汽车应当仪表完好整洁,仪表台不要放置,与运营无关的物品。 四十五,出租汽车安全带和锁扣,应齐全有效,无污渍。 四十六,出租汽车号牌应当清晰固定端正,无遮挡物和反光物。 四十七,欲有流行传染病时,出租汽车要做好有针对性的消毒工作。 四十八,出租汽车应设有符合规定的空车带渡标志,暂停服务标志,顶灯,机家器等专用设备。 四十九,出租汽车车身内外应该是清洁完好,气皮完整无损,可按自己的爱好做个性化的装饰,这个当然是错误。 五十,出租汽车车辆内外可根据商家的要求,张贴商业广告。 五十一,无障碍出租汽车应保证充足空间安放轮椅。 五十二,出租汽车车厢内应整洁卫生物杂物无疑味。 五十三,出租汽车行李箱内可供乘客放置行李物品的空间不得少于行李箱的三分之一,这是错的。 五十四,出租汽车驾驶员出车前应不吃有异味的有爱服务的食物,运营过程中保持口气清新,当然正确。 五十五,出租汽车驾驶员与乘客交流要频繁不间断内容文明健康,这个是错误的,应该是有节制的。 五十六,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按照个人习惯饮食,不需要顾及乘客,很显然是错误。 五十七,出租汽车驾驶员驾驶车辆时不能抽烟,但是可以接打电话,错误。 五十八,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在乘客面前挖鼻,剃牙,挠头,不得向车外抛物,土坛等。 五十九,出租汽车驾驶员的衣着应整洁无破损,但可不着工作装上岗,这是错误。 六十题,夏天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可以穿背心短裤,很显然是。 六十一,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必须使用普通话,这也是错误的,为什么呢? 有的地方可以使用地方方言,你根据乘客来,乘客说的是方言,你也跟你说方言。 六十二,出租汽车驾驶员应虚心接受乘客的批评意见,处理好与乘客的纠纷。 六十三,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应做到端庄大方,举止为名。 六十四,儿童乘客具有好奇心强,活泼好动的特点,坐出租车时喜欢将头、手伸出窗外等,驾驶员应当加强留意和提示,保证儿童乘客的安全。 六十五,乘客在乘出租汽车过程中,因故需要转弹离开出租汽车,要求驾驶员停车的,驾驶员可不予理睬,当然是错误。 六十六,出租汽车驾驶员在接待老弱乘客时,要尽量快速行驶,弥补上下车时耽误的时间,很显然。 六十七,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以乘客至上为宗旨,满足乘客对语言用车便利设施等方面的需求,当然正确。 六十八,出租汽车驾驶员在接待老弱乘客时,要面带笑容,说话温和,使用尊称。 六十九,出租汽车乘客,消费个性是指乘客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独有的心理倾向。 七十,若乘客提出的下车地点为进行路段,或者车辆难进难出的小街小巷,驾驶员应用乘客解释,然后尽量就近停车。 七十一,出租汽车驾驶员载客行驶过程中,不得到加油或者加气站补充燃料。 七十二,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必尊重乘客的宗教信仰和风策习惯各取机器号,当然是错。 七十三,出租汽车驾驶员未保证安全,可以随时翻包检查乘客携带行李物品,当然是错。 七十四,如都所示,乘客还没上车呢,他说太远了,你找别的车吧,那很明显,这是属于巨载。 咱们看,说如都所示,出租汽车处于空车代租状态,驾驶员在得知乘客拒线后,无正当理由拒载。 拒绝宰客属拒载行为,这是对拒载的定义,正确。 七十五,出租汽车驾驶员无正当理由兑现承诺,提供预约租车服务的行为,属于拒载行为,正确。 七十六,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路桥通行费,应该由驾驶员承担,这是错误的。 路桥通行费是由乘客承担。 七十七,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不得有抢客、强行轮客、甩客、导客。 未经乘客同意,强行拼客等行为,这是正确。 七十八,出租汽车驾驶员可以向同一合乘的乘客分别收取单独运送时产生的车费。 这个题呢,有点小感觉啊,答案说是错的,那咱们可以这么理解,比方说在吉林市。 假如说,我是在同一地点上的车。 那这会有什么情况呢? 比方说,同一地点上车,同一地点下车。 OK,车费是,表显示是七块。 七块,那就是每人收七块。 如果说单独运送的话,是七加一,就是有一个燃油附加费是八块。 看到这个答案,我只能这么解释。 就是有一个燃油附加费,合成的时候是不运营收燃油附加费的。 所以还不是等同于单独运送时产生的车费。 79,服务经济,是指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侵犯乘客合法权益和利益的服务行为。 正确。 80,出租汽车驾驶员在特殊情况下没有征得乘客同意,擅自改变行驶路线的行为,属于绕路行为。 这是没有证的乘客同意,这是绕路。 81,出租汽车驾驶员切记模仿龙雅乘客动作,取笑嘲笑对方,正确。 82,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做好运营前的例行检查,保持车辆设施,完备,完好,车容整洁,正确。 83,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一桌整洁,语言为名,主动为后,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 84,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根据乘客意愿,升降车窗玻璃以及使用空调音响视频等服务设备。 85,为提高质量使用效率,出租汽车驾驶员在客流高峰时段可以不经乘客同意,搭载其他乘客,这就是强行合成,错误。 86,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文明礼让行车。 87,出租汽车驾驶员发现乘客遗失物品,应设法及时规换施主,无法找到施主的可由自己保存,当然是错误,得是上交。 88,乘客要求去偏远冷僻地区或者夜间,要求驶出城区的出租汽车驾驶员有权直接拒绝提供服务,这个是错误的,登记或者办理相关手续之后可以出租,不能说直接拒绝。 89,出租汽车驾驶员接待后应当按照约定时间到达约定地点, 乘客未按约定后车的驾驶员可以直接自行撤探,这个是错误的。 90,方便百姓优质服务,是出租汽车驾驶员社会责任在服务广大群众出行方面的体现。 91,就此服伤,提供援助,是出租汽车驾驶员的社会责任,因此不能考虑私生安慰,这很明显是错的嘛。 92,不做优损城市形象的事,不信谣不传谣,是对出租汽车驾驶员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 93,出租汽车驾驶员义务为高考学生提供接送服务,是无私奉业社会的行为。 94,出租汽车驾驶员积极学习城市历史文化知识,向乘客传播城市文明,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95,出租汽车驾驶员积极参与服务为机会的活动,有效传播了精神文明。 96,爱国敬业诚实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 97,出租汽车驾驶员职业道德水平与出租汽车服务质量没有直接关系,当然错误。 98,出租汽车行业是典型的服务业,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期间应当树立盈利至上的从业意识,当然是错误。 99,出租汽车驾驶员小王接班后发现自己一点零钱也没有准备,但赚钱时间要紧先开商路,让乘客支付零钱就可以了。 100,出租汽车驾驶员进入服务站点,可以插队走车,以提高运营效率,当然错误。